非常少 因为第一了 他们从来就没想到 会有这么一个金融风暴 你老是会想到有这种的 你看那个有个 八十年对不对 这个古灾 九十年 然后两千年 然后又两千年几年 其实我们因为是帮客户管钱 所以你不能随着市场波动而波动 随着股灾而股灾 那你就 就没发挥你的作用 是不是 所以我们必须想一个办法 你知道我们也是 两千年不是掉了一些钱吗 对不对 两千年的时候 那个IT泡沫一下来 我们说了损失 但当时的损失是 因为我们总的资金是很小的 所谓的损失是很小的 但是呢 损失就是损失 所以呢 不管你 掉多少钱 是个比例问题 对吧 是个比例问题 你一百万块钱掉百分之三十 那就很多了 对吧 你一千万块钱掉百分之三十 绝对数是就比一百万多一百 但是心里面感受 你有一百万的人掉了百分之三十 跟一千万个人 有一千万块钱的人 他掉百分之三十是一样的感受 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保持 每个礼拜百分之一的回报 因为我们 我们的目标就是百分之一 因为我们百分之一 其实在第一 就是我们这个是 把一个目标啊 把一个很大的目标来分析了 具体化了 要不要一个礼拜百分之一 我们每个礼拜 每天搞个0.2就够了